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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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兩次婚姻失敗 你覺得大部份來說 對方的問題還是自己的問題? 現在開始覺得我有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我的要求太高 其實我想 也不是的 有時候伴侶行差踏錯 都不是說我只是要求 我只是基本要求 那些就是有人不對 他行差踏錯的話 那些是衰的 但我不說 我是一個不關心我身邊的人 從來我在報紙 大家都知道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的X半句壞話 我不會這樣看的 我永遠都是離開了 就是分開了 我會去檢討自己 自己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我是一個生活很多 我很有structure的人 我有很高的要求 我覺得其實我也挺難 挺難照顧 我又不用人照顧 其實我不用人照顧 但問題就是令人很辛苦 身邊的人會覺得很難 live up to我那個standard 所以我覺得 我永遠都是去看我自己的問題 我又有很多 有很多事情 我聽聞第二任的husband Sandy介紹你知道嗎? 是呀 是呀 Sandy 真的 不是我開玩笑 是她認識的 那 都是因為自己的問題 而 任何關係 就是分開 要我怎麼說 總之我什麼都是說自己 一圈圈星光背後有我 Prudence劉美君 想聽竹本的訪問呢? 即是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啦啦啦啦啦啦